歡迎收看AEA的頻道 跟大家說一些關於STARLINK的更新 STARLINK是什麼呢?就是星鏈計劃 由SpaceX提供衛星的上網服務 在說之前希望大家可以多點訂閱我們的頻道 現在其實在我們的頭殼頂 在我們的太空 SpaceX已經發射了1000顆左右的衛星 這些衛星是比較低軌的 現在圍繞我們的地球 現在其實他們已經開展了試用計劃 世界各地有不少的人已經在用這個服務 例如有一個美國人 他住在郊區 天天看出去可以看到野生動物 最近他們那邊下了幾場雪 是很冷的地方 根據他的體驗 他就說 最近即使下了幾場雪 都影響不到他們的上網服務 仍然都用得到 根據他的描述 他就在天台 在屋頂上 安裝了一條天線 因為你用STARLINK服務 你要自行安裝一條天線 而天線的周圍 不可以讓樹有遮蓋 也不可以讓其他物件 阻擋到直接接觸訊號 所以你安裝天線的時候 要確保位置附近沒有東西遮擋 這個美國用戶就說 雖然下雪 但是他說 安裝那條天線 都有一定的熱力 即是比較熱 所以這些雪都不容易擠在那裏 會融化了 他就說 因爲這樣 所以可能就是 沒那麼容易影響到接收訊號 就仍然都是正常上網 即使在下雪那幾天 其實現在 用STARLINK服務 試驗的時候 裝那條天線 就要付一個upfront fee 就是 499美金 之後 月費就是 每個月 99元美金 當然就是 比顧網貴好一折 但是 住在一些郊區的人 他就適合用 其實根據一些分析的報道 就說 甚至 收一個upfront fee 499元 就是 裝那條天線 連周邊裝置 其實 這個成本 是 遠遠不止 499元的 其實 這個 這個 STARLINK是 補貼 用戶的 如果你說 住在遠的 遠的 就是 四周無人的地方 就是 周邊都是只有你 一戶人家 那就 肯定是貴的 因為 沒有人跟你分享 天線的成本 因為 你無論如何都要把裝置 跟衛星做溝通 做傳輸 如果你說 你那個地方 是周邊有很多人住 那當然是 越多人住 那個區 就會越便宜 據這個住在郊區的美國人說 就是 他 暫時 平均都可以 達到一個傳輸速度 一秒 有百多Mb 所以 都是相當快 所以 他都是 感到十分滿意 但是 未來 隨著時間過去 會不會 仍然達到這個速度 都是未知之數 參與這個計劃的人 他 安裝天線 還有 安裝天線之後 還會 有些線 要回到你家屋 這些全部都要自行安裝 但是 據聞 其實都很簡單 就是 看看說明書 或者 裝他的手機APP 都解釋得很清楚 就不是說 這麼安裝困難的一件事 而 STARLINK 其實會打算 發射 一萬 個衛星 現在一千個 就是 還會增長十倍 那 隨著 越來越 成熟的時候 那 那些人 就 慢慢慢慢 就會 住得 遠離市區 那 因為當你 在一些 郊區那裏 那裏 上網速度 都是 那麼穩定 那 而現在又 那麼輕 工作 那 其實 會有人一定是決定 離開市區的 那這個 大茶飯生意 衛星上網 當然就是 不會得 一家 做完 那其實 現在呢 都有其他幾間公司 已經在 默默準備 和它競爭 那其中一間 就叫做 OneWeb 這間 OneWeb 本身是美國 成立的 這間公司 那 後來呢 就 一度破產 那 就 破產之後呢 就 後來英國政府 就出錢 投資 在這間公司 那裏 所以 現在這間公司的嚴格 就是英資背景 那 另外一間 就叫做 就是 加拿大公司 那 他們本身已經是 從事這個 衛星行業 就 好一段時間了 那 那 根據他們透露 他們的模式 就和這個 Starlink有少少不同 他們 就不需要 那些用戶 就是自己 裝一條天線 那 他們就會用回一種 就是 現在的 電訊公司的模式 他就是會自己 去裝一些 機站 我猜 就是 他會 做完這個部分 那 由機站 去 和衛星連結 那 機站 再把那些訊號 傳輸回 那些用家 那 他們又說 他們 將衛星 打了上太空之後 那 衛星與衛星之間 就是 會用一種 雷射 的傳輸方式 用雷射傳輸的 那 因為他們在衛星技術 都比較成熟 所以 就 他們的做法 就會相對有些不同 那 另外還有一間公司 都是 準備會競爭的 就是 Amazon Amazon 接下來都會 做相類似的事情 就說 比較像Starlink的做法 隨著越來越多的競爭對手 加入這個市場 那裏 對於用家來說 當然是一個好的消息 因為多些競爭 才可以令到 那個價錢 是降下來的 好了 今集內容 先和大家聊到這裏 都是喜歡我們內容的朋友 記得多些訂閱 點讚 分享和留言 謝謝你的收聽 我們下次見 Bye